Hello,大家好,我是Mr.Emman So,蘇維俊老師 剛才有很多強老師做了引入這個環節 到我了,就是實戰分享一 我主要講一些製作影片、工作址和相關的小冊 我分開四部分,第一個就是製作影片的歷史 第二就是影片的應用,第三就是製作工作址 第四就是課堂小冊 我在2009年開始拍片 就是拍HKCE的Session B為主 理由就是有些學生400元去補四課 兩課真人,兩課是看片 不如我拍給你看 在過程中,已經走了十年 最初的就是2009年的時候 我負責拍Session B,希望可以拔簽 到2011年,Session A1A2也拍了,補底 到2012年,可能拍片也有些功力了 我連MC也拍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我的網站 在那裏透過這個KR Code 到後期,2016年我們開始有反轉課堂 小弟都浪漫粗 從2016年拍到現在 中一、中二、中三、三級的反轉課堂的影片都拍完了 第二部分,我們去到影片的應用 我選擇放在Youtube發放的 學生可以隨時學習 另一件事,放Youtube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有系統的存放 方便我們教導學生管理知識 例如我的學生來到我的頻道 去選擇它對的Session 比如說中二級 打開Session之後 它就會有一堆的Playlist 十個Playlist代表了十課書 打開那課書 找回相關的對的影片 應該不是很困難的 影片的存放就是有系統 原來放在Google Drive 放在那些工作址的存放 都一定有系統 如果大家不介意 現在可以拿個電話出來 去按一下我的QR Code 你會看到有個Google Drive Share 給大家的 就是整個中二級的工作址 和相關的小七 我都放在這裡 你進去選擇不同的課題 有些課題由於有中英 你會看到一些一版的 你會看到PDF檔 就是一些工作址 有些小測 稍後會介紹的 工作址的存放 都要有系統的 好 影片我們希望學生 主要是先看後做的 這個就是主旋律 說回製作工作址 最重要是一些簡單筆記 你的筆記夠簡單 目標也夠明確的 學生開始拿著工作址 你會看影片 學生就預習 老師就透過影片做點撥 工作址 也有部分 你會看到有些計算 我們就希望 他回來 就以小組形式合作 去計算這些數 有基礎 進階 和應用 好了 去到課堂小測 我通常都會WhatsApp給我的學生 明天就有小測 希望你 看一看影片 很容易拿滿分 影片就是這樣 發給他們的小測 當然會遮住計算的數字 因為我就是想他們清楚明白 明天考那個的形式 到考的時候 他們考那份 就會拔走那些 Square 他們考的東西 跟他們 他們Youtube工作址做的 預習 跟他們考的東西 有個直接相關 快速回饋 肯定努力 如果成績不太理想 我們會有課後支援 跟他重測 也會小測 有一個綁 這個綁引入競爭 可以大動學習 好多謝大家 我這節交給王志榮老師 進行下一節 多謝大家 拜拜